Lun Sang inexperience 大家午安 哈囉 IG 的朋友 哈囉 大家吃飽了沒 我們每次要為了直播都11點半就要先吃飯 對啊 我們原本休息時間是12點半 你可能看到就是兩個剛剛上直播 然後就已經抬在地板 因為剛吃飽 肚子很飽 大家上線了嗎 大家玩 那如果大家都陸續上線的話 我跟薇薇就開始介紹囉 我跟薇薇的這一款啊 其實大家會覺得是不是長很像 我這一款其實它是無鏽的 對 它是這樣子無鏽的 然後薇薇的是有鏽的 對 然後還有一款是 七分鏽 七分鏽 對 買給你們看 其實它算是長度不同而已 對 它其實幾乎就是同款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對 幾乎是同款 我們拍個照 好 好 它幾乎是同款 然後只是就是 有關無鏽 有鏽跟長鏽 沒錯 薇薇薇 現在手上拿的這一款啊 長鏽的它只有一個顏色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白色 對 那它的材質也是那種 薛放的材質 然後上面就會有一些那種 那個蕾絲蹄花有沒有 或一些蕾絲的蹄花 那腰部的地方就是 樓空的蕾絲 來 我剩給大家看 什麼叫樓空的蕾絲呢 當你手伸進去的時候 會看到你的肉 就是 欸 我伸錯了嗎 對 所以就看我們身上就有了 你有看到嗎 有看到我的手嗎 對 其實就看薇薇最清楚 有沒有看到肉 腰這邊有膚色 應該這邊有看到我小可愛吧 對 它其實應該是白色的 對 若隱若現的感覺 對 若隱若現的感覺 再拿近一點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它就是這種蕾絲鏤空 蕾絲鏤空的材質 所以其實你穿上去會很舒適 然後涼爽 對 而且又會添加一點小性感 沒錯 其實它在腰部這地方而已 其實你不會看起來過於露太多 對 有些女生可能很怕露太多 那這一款是不會 其實它就只是腰部的小性感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比較特別是我的這一款 就是我的是無袖的 可是我這一款腰部是沒有鏤空的設計 就是這樣 微微的 有秀的 短袖的跟長袖的 腰部都有鏤空設計 其實大家仔細看一下喔 它的短袖跟長袖長的 應該是一模一樣 只是插在於袖子的長度而已 對 一樣是V0 然後前排一樣是扣子 這邊都是一樣的 對 然後腰部這邊是鏤空的設計 那下面這邊也是蕾絲的那個 蕾絲的設計 對 然後裙板其實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就只是套在長度 然後微微的短袖這一款 它有兩個顏色 紅色 紅色 對 就是紅就是我身上的這種紅 然後白色就是微微身上的白色 對 它短袖就是有這兩個顏色 那跟長袖是一模一樣 那長袖比較特別就只有一個白色 一個顏色白色 謝謝 其實它就是比較夏天 但是秋冬也是可以穿 就是陸秋的時候 因為畢竟它是長袖 對 那像譬如說 微微的短袖跟我的無袖 譬如說你陸秋了你開始變冷了呢 那其實你就可以像我一樣 我這是無袖 我再弄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無袖的 可是它是粗肩帶 所以不會顯得那個 好像手臂肉很明顯 是粗肩帶 我是粗的 袋子這邊是粗的 所以其實不會讓你的手臂 看起來很粗 對 不會看起來很粗狀 對 那這三款啊 它的尺寸稍微就是 有一點不一樣 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像兜邊身上的無袖 它有兩個顏色 黑色 白色跟紅色 然後它尺寸是從S到L號 S到L 對 微微身上的是短袖 一樣是兩個顏色 紅色 一段有愛黑色 紅色跟白色 它的尺寸是S到XL S到XL 然後長袖款就只有一個白色 它的尺寸做得更大 對 S到2XL S到2XL 對 基本上你們就是尺寸的版型都是正常的 按照你們平常的身形做選擇就好囉 而且我們這三款其實是我們現在的爆款 很爆很爆款 然後這一款是最先一開始推出來 我們真的是賣到翻掉 因為它這穿起來我覺得 你可以穿著很多假風 你可以穿著很休閒風 然後你也可以當一般的衣服穿去逛街 然後跟男朋友約會 都很適合 都很適合 對 我覺得這個款式其實是不太挑人穿的 因為畢竟該遮的地方都遮住了 其實你也不怕說會漏洞漏溪的 然後會把你的缺點露出來 你看V0已經把瑋瑋的臉部做修飾了 對 因為瑋瑋的臉不是算是瘦長型的 是臉圓型的 我覺得她也每次都很圓啦 對 她每次都說她自己臉圓 對 她就是臉不是瘦長型的 然後V0其實她可以修飾她這邊的比例 沒錯 看起來就是會比較修長 對 然後再來她有秀的地方 其實都把你露露的手臂都遮住了 長袖更不用說幾乎都遮住了 對 然後長袖更可以防曬 對 然後像這一款腰部就是肉控的設計 然後她其實她不是那種很合身的 所以其實你穿起來不會很貼 不會很不舒服 對 然後又加上做長袖的設計 更可以把你的缺點 譬如說有人有密大腿啊 或是小腿比較粗的人 其實都可以遮住 然後臀部呢比較寬的人 也都可以遮住 對 因為像這一款下擺 像我的下擺 其實她不是很合身的 我看得出來嗎 我為妳的也拉一下 她的臀部的這地方 她不是很合 她不是很合 所以她不會讓妳很貼 所以妳的臀部 然後妳的下半身 都可以幫妳遮住 然後我覺得就是這一款 真的做得 細節都做得很好 然後她也很好搭配 對 像露秋了 早上如果早晚起來 溫差比較大 對 因為我覺得最近的天氣 白天很熱 但早上起來其實有風 對 那如果你怕冷的話 你可以像我一樣 加一個我們家的罩衫 我們家其實很多罩衫 很多款罩衫 也很多顏色 那因為我是紅色 所以我搭白色的罩衫 那它是有點透膚的那種 水放的材質 你可以看到我裡面衣服的顏色 對 那這樣子穿起來就會比較舒適涼爽 你不會感覺很悶熱 尤其是現在的天氣 呃 還比較熱的狀況下 你可以這樣穿 可以這樣搭 那如果 在冬天 呃 在冷一點點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搭 西裝外套 或者是搭 牛仔外套 我覺得也都很適合 甚至是皮外套 對 皮外套 對我們接下來一定也會有皮外套 只是因為現在還太熱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洋裝 搭皮外套 會多一點帥氣感 對 我覺得其實 你搭不同的外套 然後穿起來 感覺就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一件其實很推薦給大家 而且我個人很喜歡這個紅色 因為我覺得 比較衝我的膚色啦 對 那我覺得紅色穿起來很美 感覺就很熱情 對啊 熱情奔放的感覺 我覺得很漂亮 很美 你看像我們 就是後面小妞啊 就是我們的那個model 她示範的就是沒有搭 照衫的感覺 那其實一樣都是無袖 然後 沒錯 她腰部再稍微搭一個小配件 整個感覺又更不一樣了 沒錯 因為我剛跟你們大家講的 她這個腰部 她不是很緊的那一種 所以她是有一點點鬆度的 對 那如果你覺得穿起來比較鬆 因為鬆比較... 比較有點... 嗯...優然的感覺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一點 嗯... 更lady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再搭一個腰帶 像我們家的這個腰帶 格林的腰帶真的賣得很好 一個黑色的腰帶 你可以... 呃...白色的 跟黑色的... 呃...白色跟紅色的洋裝都可以搭 那其實你只要稍微這樣子整理一下 其實我覺得就是又是一個 另外一種味道 那我覺得也很好看 其實我覺得腰帶啊 你如果懂得運用的話 其實你可以讓衣服做很多變化 那腰帶我們家也有 那其實也都是賣得很好 之前真的超爆款的 因為它實在太白搭啊 其實你不只洋裝可以這樣搭 你可以搭外套的時候 長版的外套的時候 你也可以搭 中間吸一個腰帶 然後你的褲子 也可以這樣搭 然後再吸一個腰帶 我覺得都很好看 我覺得腰帶其實是一個 很百搭的款 我覺得你建議你們 一定要買一款回家 對 那像比如說你想要lady一點點 像我們之前 嗯... 春天的時候 應該二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跟大家講 怎麼搭這條腰帶 就西裝外套比較長版對不對 然後中間再搭一個這個腰帶這樣吸一下 就腰風的感覺就會很好看 這樣子是不是就 更有一點點那種 嗯... 雖然它是穿起來很度假風對不對 可是有點那種 嗯... 個性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搭得很漂亮 周邊請問一下 到貨要幾天呢 呃... 我們通常下單後 呃... 不函週末 三到七個工作天會幫你寄出 對 那如果你是選擇 選擇全家的話 可能要在三到四個工作天 因為畢竟他們全家他們要作業 那如果是宅配的話 通常 台北市通常大概 一到兩個工作天就會送達了 請問有獲到付款嗎 有喔 你在下單的時候 你直接在頁面選擇 獲到付款就可以了 所以你在結帳下單的時候 結帳人的地方都會有 可以讓你做選擇 對那 這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很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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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一定要提前下單 那你就選擇宅配 你就會比較早收到 你不要再選那個全家 因為選全家可能天數要再多一兩天 但宅配通常台北市隔天啊 通常隔天就可以收到 你就可以隔天就可以穿得美美的出去 不過主要還是要以物流為主 對沒錯 物流為主 因為通常如果是像現在啊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 物流沒有那麼忙的狀況 通常隔天可以收到 可是譬如說像過年 或是有節日啊 對有節日的時候 那一種就可能 比較容易塞車 對因為貨 我們能理解嗎 因為貨物本來就是 我們貨記得多 別家也記得多 那當然物流的貨就會很多 那他又要再派送 所以基本上可能會再多一兩天的時間 對 那這個就是請大家 如果真的很想要穿得美美的出去 又很急的想要衣服的話 趕快提早下單喔 早點下單早點收到 沒錯 好多看吧 你看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其實我在上次跟黑牛直播的時候 我也有穿 也有介紹過一次 那時候是就是 等於是搶尖曝光 對 因為黑牛要求 黑牛說這件很好看 一定要先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曝光一下看 這件它的底色是墨綠色 墨綠 然後它很特別的是 它是用紅色跟綠色 去做一個撞色的那種視覺衝擊 對你看起來可能會比較搶眼一點 然後你看 我覺得它很多細節都做得很好 你看像是它的口袋 它是做紅色 連它的邊邊都是有做到紅色 就是有 對這件衣服就有相互襯的那種感覺 連扣子也是 而且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它是貼心到就是連它的那種 斷帶的細節 你看它帶子細節的縫 縫的那個線 車線也都是紅色 旁邊這邊的車線也都是 就是我覺得它的細節其實 做得很 很 完全 完善 你看它的口袋這邊也是 就是我覺得它這件衣服 就是做得很好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就是整體感都很好 然後而且我覺得它這一件 因為它的顏色是屬於 就是偏比較深一點的 然後墨綠色系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夏天可以穿 因為它短袖嘛 但是你不要忘了 因為冬天也是偏暗色系 就是主流 就是要暗色系一點 這件也可以穿到冬天都可以 就是外面可以搭個那種 長的外套 或是封衣外套之類的皮外套 其實也是都可以 就可以過冬天 所以我覺得這件CP值很高 就它夏天現在就可以開始穿 然後你可以穿到秋冬去 我覺得很OK 而且它的材質很舒服 就是 雪紡的材質 現在的天氣很剛好 就雪紡涼 然後也不會悶熱 對不會悶熱 重點是又輕 對它也很輕 對它很輕 然後它的長度 到我的腳踝上 一點點 我一百五十九五十 這件尺寸是正常 尺寸正常 擺形正常 S到XL號 我以為是穿M號的 我穿M號 S到XL可以選擇 而且它有口袋 對我覺得這個口袋就是 好像現在的衣服的 必備的一個配件在上面一樣 有口袋就是拍照好看 對拍照真的很好看 喔對 它的領子這邊 是可以全扣的 它可以全扣 是因為我沒有把它弄全扣 我就是開兩個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休閒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也比較修飾 修飾我的臉 修飾我的臉型 對修飾我的臉型 有客人問說紅色洋裝多少 我想你問的應該是後面那一件 或者是剛剛有介紹短袖的那一件 那這兩件都有紅色 那這兩件價格都一樣 都是1280喔 1280喔 還沒有跟大家說 我們這次按讚加分享抽什麼 就是抽我後面這一款啦 它有紅色跟白色 這次只要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下禮拜二中午十二點會抽出 我想定格什麼 兩名兩名 兩名 兩名 無袖的這一款 這款真的真的很好看 很建議啊 就是 除了你們要按讚加分享以外 一定要趕快先把它買回家 不管你要買無袖短袖長袖都可以 因為它實在穿起來太好穿 而且穿起來很有仙氣 對 很漂亮 就是我覺得是真的是不限 不挑人的款式都很漂亮 而且我記得這一件 黑牛是不是也是 黑牛皮膚黑 但是我覺得它穿紅色 其實也可以很襯托出霸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其實紅色是很 就是適合白皮膚的人 跟黑皮膚的人 對 紅色其實我覺得是白 而且白色更白搭更不用說 對白色更白搭 其實我覺得紅白色 任何膚色都可以 可是有些人可能 就是對於大紅這顏色比較 嗯 不太好駕馭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嘗試看看 對都可以 而且我真的覺得我也是很好看 尤其是我很喜歡它的裝色感 對 因為你的視覺一看就是 就是這個顏色 對 然後又很跳 可是它就是因為 墨綠色給人家的感覺就是比較 老的顏色 我覺得 因為畢竟墨綠色其實它不是一個跳的顏色 它給人家感覺會比較 成熟 你看得出來嗎 它穿起來跟S號沒兩樣啊 但我覺得它其實蠻顯瘦的 對 它真的很顯瘦 你看它如果腰部不綁 腰帶不綁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這樣子寬鬆 寬寬鬆鬆鬆的感覺 對 它這一件是M號 對 其實M號你看它腰部還是有空間的喔 然後但是你腰帶綁起來的時候立馬 縮腰 對 縮腰顯瘦 這就是黑妞講的行話對不對 V0然後縮腰顯瘦 然後大 優秀 大巡敗 就是這一款 就是它的最佳代表款 就是這個樣子 穿起來真的真的很漂亮 你轉圈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 對啊我覺得很漂亮欸 而且它口袋這邊 你看做得很美 它口袋這邊還在做那個紅色的 紅色的 配色 你聽一點給大家看好 看到嗎 對口袋這裡 很美對不對 我覺得超美的 就是滿滿小細節 沒錯 是第一 它連它的腰帶啊 它的腰帶它都縫那個紅色的線欸 對啊 我覺得這個細節做得真的很棒 我其實我很少看到 看到這種腰帶還特別縫 有顏色的線 對 它是特別縫 配合就是這個衣服設計 對它的這個那個 壯色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很美 對啊 然後我跟薇薇其實兩個這樣 穿起來的感覺就是 呃 就是 就是 你可以當上班 上班組的穿搭 你也當一般的休閒穿搭 那其實它就是寫瘦款 韓話寫瘦款 你知道吧 再講還是 V0有秀說妖大裙版 沒錯 我的也是 V0有秀說妖大裙版 對 那我們兩個都是暗色的系 所以其實穿起來都會比較寫瘦 而且這個 就是我覺得它的優勢就是在於 現在穿秋冬也可以穿 對很好看 那像秋冬其實你再戴一個外套就好了 對 而且接下來會有可能 牛仔外套 你戴牛仔外套 我覺得又是更休閒的感覺 嗯 你戴西裝外套 可能就會有 正式一點的感覺 對 那你戴皮外套就是帥氣的感覺 我說風衣也行 沒錯 因為風衣 欸 長版的洋裝 長版的風衣很好看 對 韓妞都這樣子穿 你們有追韓劇嗎 真的很好看 黑妞一直在追韓劇 對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有追韓劇也都知道 韓妞都這樣穿 而且比例真的很好 就你戴一個長版的風衣外套就超讚 對 反正這種東西我們秋天都會有啦 對 大家不用擔心 至於大家就是最在意的尺寸的問題啊 因為我為這件剛剛有介紹過嘛 S到XL 然後那個 都邊這件就比較特別一點 它這件尺寸是從M號開始的 而且它做到4XL喔 M號做到4XL M號到4XL 所以都邊就穿L號喔 沒錯 我們的L號就是相當於我朋友穿的M號 那這件比較特別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它其實一樣是V零 可是它這邊是利零的感覺 有沒有 是利零 它不是可以翻零 它是利零 然後小V零也可以修飾你的臉型 然後它前面這邊是沒有任何的扣子喔 沒有扣子 那腰部的地方呢 它是 它是有綁帶 可是還很特別的是 它是鬆緊 有彈性 你看 我可以拉這麼開 你可以想像 這個腰是擠腰嗎 給大家看一下 它腰部真的是 可以拉 空間很大啦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真的不太現身性 如果你平常 你是M號或是介於L號的人 其實我覺得你拿M號就 你拿這一款L號就可以了 對我覺得就是 就OK 然後腰部這邊還是有附一個綁帶 對 然後你還是一樣就是 可以再把它綁 更縮腰一點 雖然雖然說它是有 已經有那個鬆緊帶在裡面 可是這個還可以再讓你更縮腰一點 應該是說它那條綁帶就是幫你 幫助你調整 對 你可以再縮腰一點 然後你就是綁一個蝴蝶結 然後看起來就是腰部就會更瘦 然後更好看 那當然是黑色更不用說 每個人都是可以穿 都是可以駕馭的 穿起來都會很顯瘦 那它的長度呢 我160公分 它大概到我的小腿度左右 所以其實 任何身高的女生都是可以 矮個子的女生更不用說 它絕對是可以穿的 那它一樣是大裙擺 那這一件呢 它是沒有內裡的喔 因為它本身就是黑色了 而且它這個雪紡的材質呢 是不會透 因為它是黑色 基本上是不會透 所以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現在穿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看我透過去對不對 那我覺得 就這樣子一件 我覺得媽媽 你可以跟媽媽一起穿 我覺得媽媽應該也會很愛 因為我覺得 媽媽應該也想穿得很瘦 而且這個顏色是 我覺得任何年齡層的女生 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這樣子 你就是一件 我最喜歡的洋裝就是這樣子 不用搭配任何的 不用再想上半身怎麼搭 下半身怎麼搭 你要再怎麼搭 才能出門 我最喜歡就是這樣子 一件穿的 急穿急出門的洋裝 我最喜歡 它這個就是 你知道one piece 最大的好處就是這樣 你完全就是 不用再費心去想說 就是上半身怎麼搭 上半身怎麼搭 配色協不協調 對 簡單又很好看 尤其這個黑色 更不用說 穿起來多顯瘦啊 你可能是M號的人 穿起來跟S號一樣 對 我覺得這樣子 很美 而且上班族很適合這一款喔 上班族 就是你穿這樣 再搭個西裝外套 我覺得就會很好看 我們家其實有很多西裝外套 那其實就是我們從年初就賣到現在 因為它其實一直很熱賣 那這個更不用講 其實很多就是一年四季是可以穿的 因為我們有材質的問題 我們有棉麻材質的西裝外套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西裝外套超級熱賣款 我們從今年的春天其實賣到現在 它一直都是外套的銷售冠軍 然後它的材質 它就是棉麻的材質 其實很適合現在 就是夏天的感覺 然後其實它每年都是可以穿得到的 對啊 然後我來示範一下就是 它有兩個顏色 就是杏色跟那個灰色 那我穿灰的給你們看 其實洋裝啊 你只要搭的對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穿法 你看如果我再搭西裝外套的話 是不是更上班族 然後更不一樣的感覺 更正式 是不是很好看 我覺得超好好看 而且它這個是腰部有點 就是 縮 有點線條 對腰身 對腰身 扣起來有沒有 感覺就是有點腰身 然後因為通常我不會扣啦 對我就會這樣子 我覺得就很好看 那我剛跟你們講的 就是像這個 腰帶呢 其實呢 如果它今天是 它是穿長裙 然後腰帶其實是可以扣在這邊 然後就變腰封的感覺 也很好看 尤其是像這樣子的 度假系的洋裝 不要擔心 西裝外套 一樣都是可以搭的 來我拿這一件搭給你們看 我這一款的另外一個 不同的顏色 是不是 其實當你搭上去的時候 其實也是很協調的 是不是也很美 其實這顏色也很美 紅的搭這一個顏色很漂亮 對 紅的搭這一個顏色很漂亮 就這樣子是不是很美 對啊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想說 我現在買這個無袖的 或是我買這個有袖的 或不會 接下來陸秋我就穿不到 不會你當個外套就很好看 尤其是我們現在這樣子 這一款的西裝外套 真的很好看 而且這一款是 我們都說是黑妞的代言款 對 因為黑妞之前有穿出過 然後非常愛 它每一個顏色都有包 這兩個顏色它可能都有包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款的六色的 它也都有包 對然後真的很好看 就這樣子啊 所以其實西裝外套 你懂得運用 懂得搭配 就會穿得很漂亮 不會害了 哇 哇 這是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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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真的是很特別的一件 驚為天人 你搭這會掛嗎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你看看吧 你先不要立馬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 對 我掛著 好 這件很特別 其實 先給大家看一下它鏡照好了 你看它其實在鏡頭上面就是 其實會有點反光 對吧 看得出來 有點亮亮 對 它是人造絲絨的材質 你看它的材質真的很特別 就是摸起來其實 就是絲絨的那種材質 可是它又不會熱 它是 不是那種 很厚那種 它是薄款的 所以它其實是不會熱 是可以現在穿 就是夏天廳是ok的 然後因為它是薄款 所以它其實也會清涼 就它其實是很輕薄的 對 然後它這一件呢 它是深紫色 它的特色就在於 它旁邊是有做開叉 這兩邊 開著蠻高的 站到大腿快一半了 欸 沒有 沒有啦 膝蓋上一點 差不多膝蓋上一點點而已 所以還好 我覺得它開叉的程度 不會讓我就是感到 好像會曝光那種感覺 或是沒有安全感 這件不會 這件就是ok 它這個開叉的地方 我覺得還蠻剛好 然後它後面 就是沒有開叉的喔 它就是主要是開在側面這樣子 然後它這一件 它是做寬鬆的 我中間有個腰帶 有一個繩子 如果它不綁的話 它是這樣子 寬鬆的 其實這樣也蠻好看的 對 我覺得其實它不綁的話 其實會有一種 雖然它顏色比較重 但是我覺得其實它穿起來 就是休閒那種感覺 很舒服 然後其實如果 在家不介意的話 我覺得在家裡 自己這樣單穿一件 我也覺得很ok 因為它是舒服的材質 對 然後像要出去的話 就把它綁起來 你的腰身就會出來 而且這件我覺得穿上去 它其實很氣質 它很顯的氣質 對 像是有什麼常的穿 像是去參加婚禮 或是可能要跟長輩們吃飯見面 其實這個就是比較正式一點的衣服 這樣子 然後它的領口這邊是做圓領的 可是它這邊是有一點點 壓折 對 壓折一點皺折那種感覺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你的背面 喔對 我的背面這邊 它主要是用扣子 它的扣子式的 所以等於說你穿這件 可能需要別人幫你稍微扣一下 上面兩顆這樣 可是它不用一邊要全開 它不用全開就可以穿進去 可是你扣的時候 可能要請旁邊的人幫你 那其實還好 因為它是裙子 所以穿脫上面其實算方便的 然後上廁所也不會怕尷尬這樣 而且它是做削尖的版型 削尖的 嗯 可以修飾一下你的手臂 對是可以修飾一下你的手臂 因為畢竟它是比較往內一點點 不會讓你像整個看到這一區 它是往內一點 這邊有一點出來 對所以其實可以修飾你的手臂 所以我說它其實比較像正式一點點的服裝 它可以穿得很性感 對它其實可以穿很性感 因為它的材質可以讓你穿得很性感 而且我覺得它顏色就是有帶點那種神秘的紫色 對我覺得很好看 這個是我們家好像其實沒有這一款這樣子的衣服 對這應該是第一款吧 而且很有款 對我覺得這款穿起來很美 就是很有氣質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款就好適合就是綁稍微 就是像我一樣綁個包頭 也不要太懶的那種感覺 又懶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你想要性感一點 就是頭髮放下來 然後上面探個波浪捲 對 然後就很妩媚性感 可以自己去做造型 對我覺得這一款很漂亮 就是這個顏色我覺得很神秘 然後又很漂亮 對阿那我覺得搭個外套應該也蠻好看 好 好 然後我身上的這一款阿 就是其實它就是大家最愛的和服飾穿法 完全不限身形 來 對 搭給大家看 對其實我覺得它搭這個外套也OK阿 我覺得也很成立 喔可以我覺得很可以 對我覺得很可以耶 很好看你 我跟妳可以再搭一下我們那個奶茶色的包包 我覺得應該也會更適合 這個嗎 對阿我覺得我會搭其實搭外套很好看 這樣 真的是整體 整個感覺我就覺得 對阿 都會的女性 都會女性 沒錯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覺得西裝外套很難搭 其實我們剛剛也搭給妳看 我剛剛那件的黑色 以及我後面的小妞妞兒這一款紅色的 以及瑋瑋現在身上穿的這一款 都是可以搭的 對我覺得其實外套懂得運用的話 其實都會搭出不同的風格 其實它這件本來是穿的比較性感對不對 對然後比較 比較 正濕一點的感覺 對可是妳現在戴個西裝外套 感覺 就不一樣了 對就不一樣了 市長看這樣是不是上班族也可以穿 欸我也覺得耶 其實我覺得深紫色可能比較挑一點 但是我覺得其實整體這樣看起來是OK的 對阿 上班族也可以穿我覺得很漂亮 對阿 然後我身上這一款就是大家最愛的和服式穿法 然後什麼叫和服式穿法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現在穿這樣 我方便打開給你們看 它其實旁邊這邊就是會有一個洞 它側邊這邊會有一個洞 這邊的左邊的線呢 你可以從裡面穿過去之後 然後再是變成就是一個這樣和服式 然後綁起來就對了 因為我覺得買過我們家和服式的衣服 應該都會再入手 因為它實在是太好穿又不見身形 因為妳所有的腰圍 妳的胸圍 全部都可以自行調整 妳想要綁多緊就多緊 妳胸部多大都沒有關係 它都不會溢出來 妳裡面穿個 像我這樣穿個小可愛就好 妳如果妳很大 妳可以加個小可愛就好啦 我覺得也很好看 如果妳想要性感一點 妳可能就綁鬆一點 它可能會更V領 那可能就會 如果妳很豐滿的話 其實妳可以這樣子穿 就會比較low一點點 對那我比較保守一點 我可能就是會想要比較這樣子 對阿 然後又加上它是有秀的 妳看它秀質是這種荷葉秀的設計 有沒有 就是很好看 荷葉秀的設計 然後這顏色很漂亮 就是黑色跟搭 藍色搭白色的那個印花 對印花 所以我覺得它的印花很漂亮 很喜歡這一個 沒錯喔 這顏色我覺得很美 然後它就是這種和服式穿法 然後長度就到我的那個 腳踝上面的一個拳頭左右 對那我覺得這個 我160公分 所以基本上 各自的女生還是可以駕馭喔 你只要搭一個像這樣子的跟鞋 其實你的身型的比例就會拉高 然後就會穿起來很漂亮 對啊 然後最主要我覺得是袖子 袖子這邊真的很特別 很寬鬆有沒有 一樣是V領有秀 縮腰大裙白 這個也是顯瘦款 我們家一系列的這種 合服式穿法的洋裝 其實都是很熱賣的喔 對那是 之前有入手過其他款的 這一款你一樣可以入手 因為穿起來一樣都可以讓你很顯瘦 對不限身形 而且因為這款它的那個就是印花也好 然後它的袖子也好 對 跟之前的款式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不太一樣 我們有一些可能就是素色的黑色 純黑色 那款真的賣得很好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其他 譬如說是幾何圖案的 對幾何圖案的粉色啊紅色啊 把它就是有買過應該都知道 那我覺得這一款可能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的花俏 那我覺得它印花上面的顏色做得很漂亮 對啊 其實我覺得我們之前就是出的幾款 合服式穿法的衣服 大部分可能就是袖子 可能都比較貼一點點啊等等之類的 對 比較沒有像這一款是這麼大 對這麼大大和夜的 對啊 所以就是手臂應該沒有人出成這樣子吧 對不對 如果是像我M號的人 我就是 手臂就不可能那麼粗嘛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其實 任何的人都是可以駕馭 尤其我覺得它真的很特別 就在手臂這部分 很漂亮 很美 你看我看它 超美的 對它這一款它的尺寸是S到XL 但是基本上合服式穿法 其實真的就是都可以自己調整 對你可以自己調整 所以其實基本上對身型也沒有太大 沒錯喔 從腰部到胸部都是可以自行調整的 該遮的地方都遮住了 穿起來絕對很顯瘦 對 我們小幫手們都在下面就是齊齊齊齊齊說 喔這件好看 喔是嗎 就你們兩個對不對 哈哈 沒有啦 對啊 因為它穿起來最強是因為它可以顯瘦啦 然後顏色我覺得很漂亮 對它不會太突兀 然後我覺得穿起來又可以很亮眼 對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 嗯 接下來如果比較冷的話 戴個外套都會很好看 然後重點是它的彈性也很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的彈性 有沒有 我可以這樣子拉 它的彈性 它的布料本身彈性就很好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 不太現身型啦 這種 看起來很舒服 欸你好了喔 那件穿起來看起來好像很舒服 怎樣怎樣 等一下試穿嗎 就是 就是看你穿起來的樣子好像就是很舒服 對啊很舒服 而且這個它彈性很好 嗯 我看你在那邊拉 它說哇 它彈性真的很好 所以這個真的是不現身型 嗯 對啊 有一些可能比較 棉花糖的女生 我很建議這一款 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因為它彈性夠好 最主要是不現身型 然後腰部這邊你可以自行調整 對 然後你可能胸圍會比較稍微大一點 其實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綁著這樣 腰再綁起來一個大蝴蝶結 像我為什麼故意綁在中間呢 因為可以遮住我剛剛吃飽的肚子 對 它這個袖子這邊 就是是做寬的 對 所以它其實手臂肉會幫你遮得更多 遮得更緊 對我們 剛剛我們那個 同事有講 就是 有一些我們其他款的這種 都是做比較合身一點 偏身一點的袖子 對 那這一款是做比較寬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 很適合棉花糖的女生 嗯 這個真的可以試試看 那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有七天的鑑賞期 你只要收到商品後的七個工作天內 跟我們提出申請 怎麼提出申請呢 第一個就是 臉書的私訊 或者是我們的E-mail 幫我們 跟我們提出申請說 你覺得這一件可能太大太小 或是你覺得 對 或是你覺得 不合乎你的預期 你也可以幫你退貨 但是如果你超過我們的期限的話 那我們就不受理囉 對 七天內 要注意一下時效 對 好啦 那就換你囉 他要換我 Yung Girl來了 Yung Girl來了 呵呵呵 我身上都是單品 對 都是身上都單品 罩衫 我這件罩衫 它其實是 我把它拆開給大家看 好 它是做長的 跟我們前面比起來 它是 算是襯衫本 但它是做長一點點的 長一點點 它是可以遮到屁股的 所以它是 算長版一點的罩衫 然後它是比較沒有那種 寬的那種感覺 它是 比較修身一點點的型 對 它是比較修身一點的型 然後 這件是白色 但它其實看得很明顯 它裡面是有點 就是它是透的 它是透的 所以其實 嗯 我覺得其實 搭背心類 都是好看 或是小可愛 Pinko小可愛 那一種 運動背心類 其實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 它會做這種透 就是要 落影落線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裡面 還是可以穿一些 無袖的啊 細肩帶的啊 其實都會很好看 像我裡面就是搭細肩帶的背心 那這件背心 它就是 很簡單 就是底是杏色 然後邊邊是黑色的 這樣子 等一下喔 像這件背心啊 我覺得這件背心 雖然很簡單 可是 穿起來好好看喔 對啊我覺得它其實是蠻好看的 因為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黑邊條的關係 我覺得它整個感覺有點 嗯 修 也不是修飾 但是就是整體衣服上面 都會變得很 細節比較好一點 那種感覺 然後 它的肩帶是可以做調整的 它是有尺寸的大小 可以去選 它這件它是兩個尺寸 M號跟L號的 基本上如果你本身是穿S號 或M號的女生 你就拿M號 那如果你本來是穿M號以上 L號 菜樓號 那都可以拿L號 對 因為它肩帶可以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還好 OK的 然後它這件 我是把它扎進去啦 我把它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件的長度 扶一下喔 它這件的長度其實就 一般一般的長度 不會太長也不是過短 所以我覺得還OK 還OK 然後我這件是高腰褲 所以我就會把它 選擇把它扎進去 這樣子腿就會看起來更長 對 我其實很喜歡穿高腰褲 因為我覺得高腰褲穿起來就是 比例比較好 上身的比例就是比較短一點 但是褲子腳的部分就是很長 我覺得很喜歡穿高腰褲 秀傑說褲子很好看耶 褲子很好看 沒錯好眼光喔 我們要來介紹了 對我要來講這件牛 這個材質不是牛仔布 它是薄類的 但是它不是牛仔的布喔 它其實它算是棉質房單 對對對 房單你那種感覺 然後是棉質的 所以很舒服 所以它也不會有那種 我覺得有些牛仔布穿起來 板型會比較硬 然後我其實比較喜歡軟一點的布 它其實就是那個薄的 軟牛仔 對對對 薄的軟牛仔 所以它其實很舒服 我喜歡這種材質 然後它這個 腰的地方 它這邊是有做一個線 是穿 對綁帶是穿在 褲子的裡面 縫縫裡 可是它這個是 也不是就是一個造型 或是它其實也是可以稍微 綁一點點的腰身 但是我覺得這個造型居多啦 然後因為它的 腰部這邊是有做鬆緊彈性的 對所以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而且它其實腰部這邊 是有一點點像小花包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蠻可愛的 小小的一點點而已 然後這一條就是看你是要怎麼綁 像我剛剛是綁蝴蝶結 或是它前面這邊有兩個圈圈 你就是稍微扣一下 去做等一下喔 而且這個 我覺得這件真的算蠻好 蠻好看也蠻好穿 這就是你的環啊 對 因為我一開始看官網的時候 我沒有覺得它 穿出來是我現在的那種感覺 我也不會形成 因為我覺得它穿上身 很適合高腰這種 破腿褲 對它其實從我們之前直播到現在 他都很適合穿這樣子的 對我都很喜歡穿這種 對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就是姐妹款 其實就是上衣都是同一款 就是細間帶的那種上衣 是可以調節自己的長度 然後再加一個就是像這樣子的 學訪的襯衫外套 對襯衫外套 你可以當 直接當襯衫上衣穿 裡面你可以就是穿著那種 平口的小可愛 就是若影若現的 但是你又不會暴露太多 因為你不會像說穿那種 一般的那種胸罩 對會那麼的暴露 對 然後或者是就會透過去 因為都看得到我們裡面的顏色 對或者是直接像我們這樣子 搭照山式的穿法 或是你直接把它放開來 當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也可以 對 其實我蠻喜歡這樣子 隨意的感覺 對 然後你也可以像我這樣綁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都很好看 對然後其實就是 搭一款給你們看 一個是長褲的款 然後一個是短褲的款的感覺 給你們看 其實都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其實都是很好看的 那像我這件褲子啊 它比較特別 它是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我身上的黑色 一個是我手上的卡其色 對卡其色 然後它比較OK 它比較好的是 你看腰部是鬆緊有彈性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的腰部其實是鬆緊有彈性的 有沒有 腰部這邊是鬆緊有彈性的 所以我覺得腰部的地方是不太受到限制 然後還有 它的那個臀部的地方 大家有看到我臀部的地方嗎 它是做的比較寬鬆一點 有沒有 比較寬鬆一點 它不是合身也不貼身 所以其實 你屁股啊 如果是比較有肉的女生 我覺得是OK 沒問題的 它不會讓你穿起來很緊 對 基本上它這件就是屬於那種 沒有任何脊肉的那種限制 完全沒有 屁股也不會 然後你看大腿也絕對 然後它又是那種高腰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不會讓你肚子在那邊 露露出來 然後呢 臀部的地方 都可以把你的露露遮住 然後再來呢 它的下擺的地方 下擺的地方 它其實 不是那種很合的 很窄的那種褲碗 對 然後它是比較寬的那種 擴腿的感覺 所以你穿起來的腿部的比例 會比較瘦 就像我這樣子有沒有 它如果是那種和合身和貼的 你可能穿起來會比較 也許可能比較脊肉 也許看起來腿會比較粗 對 可是它是做這種擴腿的 你的比例 腿的比例就會修飾的比較好 看起來就會比較瘦 為什麼 因為你上面看起來是寬寬的 你下面看起來地地 就是那種比較細細長長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這一件褲子很多巧妙的地方 對 小細節都做得很好 然後它也有兩個口袋 你看我組了兩邊口袋 這樣是不是就很好看 我很喜歡這樣子 休閒感 我不太喜歡拘束的衣服 所以如果是像這樣子 很休閒的感的衣服 就會很喜歡 這款除了就是 兜邊手上的黑色 還有卡其色之外 它還有紅色跟白色 還有紅色跟白色 我今天示範就是 這兩個顏色給你們看 對 那紅色跟白色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公網一下 其實顏色都是差不多 就是你想像中的紅色 想像中的白色 對啊 那這一款就這樣 很美吧 而且它的料質是比較輕薄的 輕薄的 穿起來很舒適涼爽 真的很適合現在的天氣 真的是 每年都是可以穿得到的 然後穿起來就會很顯瘦 很美吧 喔要拍照對不對 我們小幫手拍個照喔 等一下喔 好 對 怎麼了 沒事 沒事 好 好 來啦 欸我們好像一直都一直在講 可是我們都沒有跟客人講說 這樣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喔 哈哈哈 好啊 大家記得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禮拜二中午十二點會抽出兩名 後面這一件 小妞這一件的 無鏽的 那個款式 然後它是有紅色跟白色 白色 紅色跟白色 對 我會怕等一下講一個黑色 我會怕等一下講一個黑色 紅色跟白色 下禮拜二會抽兩名喔 那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一定也可以先去官網下單 然後等到下禮拜抽獎 剛好抽到你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包另外一個顏色 或者是我們會退款給你 都可以喔 稍等一下 我會身上的這一件就是 洋裝啊也是屬於那種很溫柔 讓人的那種 我覺得很好看 對 我也覺得很好看 然後也剛好很適合夏天的顏色 因為它就是屬於淡色系列 然後 因為我皮膚不是像豆邊那麼白 可是我覺得它在我身上也不會 就是 也不會覺得好像不適合 不符合我的膚色 我覺得還OK很OK 然後它這件其實是杏色 但 鏡頭上面這樣看起來會不會太白 因為我 我看鏡頭好像有點白 可是它的性 不會不會看得出來 喔可以齁 它的鏡頭是 它是杏色 它是杏色 然後它 都邊去換另外一個顏色 它應該有兩個顏色 是的 粉紅色 粉色跟杏色 那這一件呢 它就是前面都是排口 前面是做排口 你可以整件打開的那一種 對 然後它的領子這邊是做V領的 就是 我們剛剛說就是修飾 像我一樣可能 嗯 臉圓的 小女生 或是比較有肉一點點的女孩 就是V領其實 小女生 V領其實就是很 給你們就是修 修飾你們的脖子的那個比例啊 之類會比較好看 然後它的袖子這邊是做一點像公主袖的那種感覺 有點膨膨的 就經驗像很流行 就這樣膨膨的袖子 然後你也不用擔心說 因為它是沒有彈性 可是它不會貼 不會很合你的那個 那個手臂肉 所以它其實不會緊繃 然後你不會覺得有壓力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它的腰部這邊呢 是有一條綁線 這條綁線 我自己覺得蠻長的 它綁線其實綁前綁後就可以 對 所以我也往後繞一圈 它其實沒綁就這樣 但這個不能拆 這個就是一定要做造型 你一定要綁起來對不對 不然兩腳在那邊 強迫你綁起來 怪怪的 對 然後因為它其實線真的很長 對 而且你看我維拿下來之後 它其實腰部還是有一點空間的 對 它不是那種很貼很貼的那種 對 那你綁線綁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修飾你的腰身 對你的腰就會出來 看起來就會比較顯瘦一點 我就是往後繞一圈 對 因為我自己懶得往後綁 所以我也是跟我維一樣往前 你也可以往後綁啊 都沒問題的 就是兩個顏色 就是它身上的杏色 以及我身上的粉 粉色 對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都是好甜美的顏色 就很甜美 穿這個不自覺就感覺要氣質的感覺 不然就是很適合去約會用 不自覺就是覺得好像講話要更輕聲細語一點這樣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跟老公啊 男友約會的時候 很適合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長度就是 長度我覺得它蠻可愛的長度 它不是那種很長 我覺得比較長可能就會比較 有點成熟的感覺 對 或者是 就是矮個子的女孩子 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對 然後這個長度就是 我看起來比較活潑 然後甜美俏皮的感覺 然後 對然後這個 當然不用講 矮個女生超適合的 超適合 對超適合的 然後因為我們兩個 差一公分而已啦 就160 差1597 穿起來長度都差不多 大概西下 西下一點點左右 對然後就兩個顏色給你挑選 一樣都是V0優秀 然後收腰 這也算是大群敗吧 對啊 只是它長度沒有到那麼長 但是它顏色很甜美 然後穿起來就會比較可愛一點點 對那我覺得很好看 我其他腦海有一個畫面 就是那種小鳥一人 然後在男朋友肩膀那種感覺 這件衣服給我有這種感覺 灌文 灌文 我等一下摳那一上來好不好 是不是 互相殘殺 對咩 對啊 欸我沒有想要小鳥一人的感覺 不是我剛剛看畫面 其實我覺得我那種畫面 因為顏色啦 顏色那種感覺就比較可愛 顏色那種感覺很戀愛 對很戀愛的那種感覺 就很可愛啊 然後很漂亮 就是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會穿這個顏色 也很漂亮 其實兩個顏色你應該都可以穿 應該是可以 對 兩個顏色應該都可以穿 對其實它皮膚如果比較沒有那麼白 其實兩個顏色應該都是可以穿 對它應該把它就沒有到很黑啊 沒有像黑妞 我不是黑妞那麼黑 我就是中間人 對 它是一般的那種曬太陽的黑 黑妞是去那種戶外活動的那種曬黑的黑 他就滑桑的在上面睡覺那個 對啊 他就是一定要在日光浴 他喜歡做日光浴 所以他很容易說 他在他們家陽台也在做日光浴喔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鞋嗎 好啊 我的鞋子呢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它上面就是一個蝴蝶 很閃亮亮的蝴蝶 是不是超美超美的 而且我覺得它不會太過癡化 不會 這一雙呢 其實跟薇薇腳上這雙是姐妹款 薇薇腳上這雙呢 它是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銀色 一個是金色 那它這一雙是穿的是小橱橘款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的小橱橘款呢 它就是上面有就是 一個小橱橘 對 我拖我的 小橱橘 就是一隻腳是小橱橘 然後一隻腳就是一個小球 對一個球體這樣子 它這樣子是一對的 沒錯 我們沒有記錯 它本身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款呢 應該說它另外 它有另外 它這個有另外一款 就是 那叫什麼 圓球 就是金屬球啦 對金屬球 那我們就是取珍珠 珍珠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珍珠款 我們叫珍珠款 它就是兩個都是那個金屬球 對 兩個都是 對 它不是像這樣一隻腳是小橱橘 我們就是它這一款 這個S 這個編碼 有兩個款式 那一樣都有兩個顏色 金色跟銀色 然後它的根高四公分 四公分 沒錯 我的腳上的這一雙也是四公分 就跟你說它是姐妹款吧 它是姐妹款 對銀色就是這個銀 然後上面的那個蝴蝶結 有沒有很美 這個蝴蝶真的超漂亮 它是那種很低調的閃亮 對 很美很美 我覺得很漂亮這一雙 對啊然後重點是它很好穿 它就是你一般當外出拖鞋 我覺得就好了 我就是你不用再穿襪子 你不用想要怎麼穿 其實你穿一般的那個 休閒的牛仔裝 牛仔褲 牛仔裙 或是像我們搭這樣子的洋裝 都可以 或是像後面小妞妞穿的這一款 搭這個涼鞋 也可以 我們各捐一隻腳 各捐一隻腳 也可以 對啊我覺得也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它這一雙它有四公分 然後它是內建四公分 但是它其實穿起來 你不太有感覺就是它有那個高度 就是你走路起來的話 我覺得是蠻舒適的 很順也很穩 很順 你不會有感覺真的有四公分卡在那邊 可是它卻莫名其妙就是幫你長了四公分出來 拉長你腿的比例 對啊 而且你知道如果你穿短褲 穿短褲 你比例就會拉長看起來很漂亮 就會比較好看 對啊 我覺得穿牛仔褲應該也很好看 對 牛仔褲應該也很好看 反正你就不用穿襪子嗎 其實它穿的時候不是很方便嗎 對啊我覺得就很好看 涼鞋就是夏天必備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真的可以拿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好走 我已經燒到了 對它真的很好走 它真的很好走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蝴蝶結很漂亮 上禮拜我也有特別跟大家介紹 大家有看到嗎 對啊 那真的請大家記得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按讚加分享 下禮拜二中四點 我會說出兩名 這款喔 超美的 無秀款 對它有兩個顏色 白色跟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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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包包也可愛 這包包想出去好可愛 欸你杯 好美喔 等一下喔 我想要鞋杯 可以可以 看可愛吧 對 這小橙橘款的後背包也很可愛 給大家進看一下 你看它今天穿的那麼甜美的可愛 其實搭這個包包 我覺得很搭 我這一生很搭這個包包 它就是小橙橘款 然後它就是小小一個 可是我覺得它裡面 應該還是能塞蠻多東西的 它的空間是這樣 應該是可以塞短頰 或是行動充之類 鑰匙 錢包 我覺得這是小東西類都是可以塞的進去 然後它中間這邊有一個夾層 這邊有一個夾層 可以放東西 然後前面你可以拿來放 紙巾啊 面紙類的 或是一些 可能小口紅啊 之類 也可以 然後我覺得它特別在於 就是它有很多種背法 對 像是我現在 身上這樣子背 我就是用一條袋子而已喔 一條袋子 我幫你拿下給大家看 它的後面長這樣 我就只是把後面這邊 一條袋子 然後兩個扣環 扣起來它就可以斜背 它就可以像我剛剛那樣變斜背 或者是它其實還有 它總共有兩條袋子 你可以後背 對 它好幾位背法 好幾位背法 可以後背啊 或者是你可以其實 一條在上面 那另外一條就是扣下面那一個 然後可以變另外一種 像腰包 腰包那種感覺 這樣子 像你出去玩 其實包包還是背前面 會比較安全 尤其是你逛夜市的時候 對 人多的時候 你自己要注意自己的東西 大家這個東西要注意一下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會習慣這樣子背 比較安全 肩帶把它調短一點 它就會在胸口這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包包做的真的很 很可愛 很多細節啦 就光這個帶子 可以那麼多背包 我覺得就很吸引我了 對啊 然後像我 我們剛剛是不是穿那一雙拖鞋 尾尾腳上那一雙 我現在改穿 就是我們的 小出局的 休閒鞋 反腹鞋 也是可以的喔 沒有人說 你穿著很lady 你就一定要配很lady的鞋子 絕對沒有 其實呢 你這種混搭風的風格 我覺得也很好看 就是你搭配一雙 就是這樣子的反腹鞋 其實你穿出門就 就是多一點休閒感 對會有多一點休閒感 你不一定要完全的很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這樣穿 就是洋裝裙裝 然後配球鞋 帆布鞋之類的 對 我就是喜歡這樣子穿 因為 我就穿休閒鞋 比較舒適 你高跟鞋 你走路就是 你走出去一個小時 你總是腳會痛吧 對 你就會 沒辦法再逛街了 對 所以說其實 就會很少穿 那早上你又要趕上班 你又不可能穿高跟鞋 在那邊跑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是休閒鞋最百搭 那這一款呢 其實它就是三個顏色 就是 灰綠色 黑色跟奶茶色 給你看一下 來 好 這個是灰綠色 然後 奶茶色 然後我腳上的黑色 對 它為什麼叫小橱橘 因為它左兩邊有小橱橘 對 然後裡面就是有刺繡的字 就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它很好穿 再跟大家講一下 它真的很好穿 它底就是這麼的軟Q 對軟Q 所以基本上它真的 你看 所以其實你們這樣看 就知道它穿起來舒適度 有多舒服 它舒適度到底有多好 對 它真的很舒服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長時間走路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雙布鞋很適合 然後對著它顏色也很好看 欸這個灰綠色真的很美 你知道上次 上次黑妞來穿那個灰綠色 灰綠色近期也賣得很好 對啊 原本銷售網是奶茶 大家可能看圖片 你確定是黑妞穿 不是我們上禮拜直播穿 沒有 在上禮拜好不好 是黑妞開始穿的 黑妞開始穿 然後它開始穿之後 我就發現這雙的灰綠色 有開始在跑了 我覺得它的照片 大家可能首選安全色 會覺得奶茶色 或黑色 對會比較好看一點 但是其實這個灰綠色也很好看 黑色真的很美 欸你有什麼黑的人 對欸你有那麼黑 因為我不是會選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穿起來 我很怕它穿起來髒髒的 不會 它穿起來就是很剛好 真的喔 它如果穿這個顏色才髒髒 真的喔 它不適合這個顏色 對 因為它的膚色太深 對 這顏色真的很美 而且很可愛 很適合下 這個其實一路就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穿的 秋冬也是可以穿的 對 我覺得最主要是它好穿 一雙鞋子除了外型好看以外 絕對就是要好穿 對阿 反正家裡版布鞋 就黑白的大家是基本色 那這兩個顏色可能比較少 建議一點的話 你可以挑一個顏色去試試看 好啦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幫我按讚 大家分享 下禮拜託中我收到兩名 我們身上的 後面的這一款 洋裝 小牛身上的這一件 沒錯 那我們下禮拜見囉 掰掰 掰掰